都知道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 可是他们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 背后的原因你知道吗 人口出生率止不住的下跌 有些人甚至开始打起了80后的主意 代表人物经济学家任泽平 最近因为提倡国家印钱4万亿 刺激80后再生一波的言论 导致自己赚号被社交媒体禁言 说到底 为什么大家都不肯生了 就是钱的问题这么简单吗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童子 我们又见面了 访问大家点赞的时候 按住点赞的键三秒不放手 非常感谢 关于人口的问题 其实在之前我已经做过两期节目 一期节目是有关空韶青年 一期节目是关于人口出生率 分别是从年轻人为何喜欢独居 为何不愿意结婚 这两个切入口来谈的 两期节目反馈都很不错 空韶青年播放223万 4300条评论 人口出生率问题23万播放 接近2300条评论 大家的参与度都非常高 感兴趣的可以在今日头条搜索 练艺童子观看 时间过去有点日子了 没想到因为任泽平的言论 连带我的内容再次被大家翻出来 还在评论区里激烈讨论 正好我还有些想法没有谈完 意犹未尽 就借此东风 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见 表面看 一个人两个人不愿意生孩子 要么是身体不行 要么是物质不行 要么是个人的观念 总而言之 个人原因无关痛痒 然而既然已经走向了人口出生率暴跌 这就不是个人的观念问题了 而是这个社会的时代节奏出现了问题 什么问题呢 针对80后90后 我们分别来看 先来看90后为啥不生 我老婆是80后 因为喜欢养猫 长期混集在一个全是90后95后的 年轻人养猫群里 大家经常在一起交流养猫经验 交换卤猫的照片 这个群除了聊猫 也会闲聊社会热点 任泽平这个事出现后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90后在谈论结婚和生育问题时 和前辈们的观点 世界观是不一样的 怎么个不一样呢 人家早就活明白了 在90后看来 他们自己之代人已经当了大韭菜 小时候被教培行业割 长大了上班被资本家割 资本家割完房地产割 房地产割完 赢头还要面对35岁下岗问题 整个社会都只是在想 拿他们当接班侠和干贴池 没人在乎他们到底有没有安全感 稳定感归属感 直白点说 没人拿他们当人看 有一条评论震撼了我 工厂打螺丝有你的份 工资就给你卡在温宝线 看到这句话 让我有一种深深的窒息感 和巨大的压迫感 90后自己什么处境呢 工作不稳定 压力大 自顾不暇 生一个孩子还要承受 多一张嘴的经济风险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一个人面临风险 总比一家人面对风险容易 也不会有精神压力 任天琴那首歌怎么唱的来着 让我哭也好 让我笑也好 随风飘飘 天地任逍遥 无论哭笑 只要逍遥 就是他们现在的内心写照 既然如此 干嘛还要生小韭菜 再给别人哥 干脆不生 绝绝子就不生 自己快活就得了 这就是90后95后 真实的新生 之前我看到一篇文章 讲的是一个90后年轻人 独生子女 家里有老人生病 他要一边上班 一边还要照顾老人 疲惫不堪 感慨的是 幸好只有一个老人生病 如果两个老人都生病了 该怎么办 是啊 该怎么办 有人抨击说 凡是只图自己快活的年轻人 都是精致力极主义者 我反对 几个人是精致力极 几十个人是自私自利 几千几万人可以算是亚文化 可当要把人口出生率下跌 整体的责任 交给90后95后去背的时候 如此庞大的人群 除了怪罪他们自私自利 整个社会就没有一丝一毫的责任吗 当那些享受过红利早富裕的人 开始了用钱生钱 开启了实力时代 集体挥舞镰刀的时候 他们的责任感在哪里呢 90后95后不生 那忽悠80后85生可以吗 80后最早一般已经迈进了40岁门槛 尾巴也跨过了30岁的台阶 按道理哈 事业顺遂 工作稳定 多生一个两个有啥困难 你是没钱呢 还是没钱呢 其实哈 真不是花钱这点事 虽然钱上真是不少花 可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因素 涉及到带孩子的隐形成本 你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带孩子 双职工家庭 如果家里没有老人帮带娃 有一个就得辞职在家自己生自己带 这意味着哈 不仅收入断掉 还有失去职场晋升最好的几年上升期 带孩子的一般还都是女性 产后抑郁 身材失衡 睡眠失调 会给女性带来很多痛苦 所谓一孕傻三年哈 跟作息混乱是有很大关系的 智商现在本来对女性就很不友好 一些企业越来越不敢招 比女性的工作者 所以有份合适的工作 好好干求晋升好 还是在上升期辞职回家生孩子带娃好 这个选择真的很难抉择 另外哈 80后没比90后强多少 工作一样不稳定 责任很大压力不小 任何人都不能想当然 现在年轻人学历都很高 女性尤其重视自己的智商发展机会 生了孩子就得养就得带 我家有小孩 我有深刻体会 抚养小孩客观上来说 确实很累 孩子不是猫狗 猫狗还有不听话的 小孩有自己的思想 他不会随便受你百步控制 听你话 照你说的做 说回生孩子 说自己是大韭菜 生了也是小韭菜的90后们说 虽然现在30了 还没打算生 但也计划着5年之内就得生孩子了 再不然风险太高了 说到生孩子的原因 他说的是 为了避免各类唠叨和社会观点 还是选择会生一个 换一个耳根子清静 所以你看哈 其实人家真的是想得很明白 不生孩子真的不是 只是钱的事 按任则平的建议 直接印钱2万亿 发给士林家庭 刺激生5000万小孩 这是很不现实的 人均也有4万块 够毛线的呢 我是童子 喜欢本听内容 麻烦大家点赞的时候 按住点赞的键 三秒不放手 给到我强烈支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记得关注我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